很多同修他来皈依 他皈依以后 上师我今天来跟你结这佛缘 来皈依做一个佛提子 我就想未来世 我就可以好好的 好像在你的加持 福音之下 我也可以好好修行 你胡说什么 未来世还要让你好好修行 你知道吗 你现在到处去皈依 跟这个法师皈依 跟那个法师结缘 你如果当下不修 你被这个佛缘都映现在未来世 这就说明你还要有轮回 这轮回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控的 那样相当有正量的人 他才可以控制自己 投身到什么样的地方 跟什么样的人相遇 他在法界的时候 他那种禅定的心 能够觉察出 他要投胎到什么境界 在什么时间 他会遇到几个 素氏有缘的弟子 他会这样一面性去投胎 那是非常高度的绝照 然后他有自主生死的正量 他可以随意受伤 很多的法师 他是六道轮回的反复 他没有办法找到你 所以你既然来本门 皈依学佛 你现在就要静静 照片栏目的轮回 8 2 3 3 4